好 通常很离谱的是原本的全家人开心出游 不过最后却落得连人带车卡在树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次台南有一名男子载着七小区新竹的游乐园玩 结果在高速公路上飙车飙到了140公里的时速 被警察给拦车 他紧张的下交流道 不过却转弯失控将车子开到了树上 最后只能乖乖吃下发单 画面中一台黑色轿车就这样掉落在路边卡在树上 之后警方上前查看 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才一拐一拐的走出来 原来是因为在国道上开太快 被警察追才吓得翻车 驾驶急速狂飙让国道警察想拦都拦不到 原来这名51岁的酌性男子 在23日上午带着七小 从台南北上到新竹知名游乐园玩 没想到时速飙到144公里 下交流道以后还在乡间小路里和警察玩躲猫猫 整个惊险指数爆表 踩到最后是不是可能他是一时惊慌 一时惊慌最后连人带车卡在树上 所幸最后这名男子和七小都没有太大伤势 但超速罚单还是跑不掉了 还没想到大家呢 感谢观看